安徽又有370多条杨子鳄 被放归大自然 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都害怕万一在湖边遇到鳄鱼 这可怎么办 但专家却出来安抚大家说 这些杨子鳄 连在河里面游的鸭子都打不过 根本不可能咬人 但这种话谁敢相信 好歹也是鳄鱼的一种 它的战斗力真的就这么弱吗 杨子鳄是世界上最小的鳄鱼品种之一 也是我国特有的 因为数量稀少 所以现在被五国列为了真系保护动物 在杨子鳄身上 至今还可以找到很多恐龙类动物的特征 对于人们研究古代爬行动物的演变过程 有着重要因 所以杨子鳄也被称为活化石 在人们的固有思维中认为 不管是什么品种的鳄鱼 都特别凶残 随时都有伤害人类的风险 但杨子鳄是现存鳄鱼中体型最小 性情最温顺的一种 看别人家的鳄鱼凶神恶煞 再看咱们的杨子鳄 眉青木秀 温顺可爱 只要把他的尾巴抓住 他也毫无办法 只能乖乖求饶